高雄市首宗的都市更新案和平大楼 从申请到核定只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而且选查期间没有遭到住户的反对抗争 过程是相当和平的 市府盼望透过这个模式的成功 加快都市更新以及改变市容的脚步 高雄都市化发展超过半世纪 却从来没有通过一件都市更新案 以至于市内物龄超过四五十年的老旧房屋比比皆是 有些房屋不但外表掉期难看 房证系数也早已不符合标准 不但住的安全堪余也以外市容观瞻 这次和平大楼都更案能通过 意味高雄都更市场终于成行 市府希望能够借此催化高雄市都市更新的推动 提升住宅环境品质 我们很高兴它是我们高雄市的首宗核定案 事实上这个案子经过的时间是一年半 比起一般的都更案二至三年是要来得快 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和平大楼这个都更案 它的案例能够带动整个房地 它能够做一个景观的改善 然后因为它事实上有一些契机 然后有一些机会来做这样的事情 都发局表示市府更新土地面积门槛 已经从4500平方公尺下锈为1000平方公尺 符合规定者都可以自提都市更新案 市府将会协助咨询辅导 那包含以后未来的话 在我们的都更的条例奖励的部分 事实上我们从最早的4500平方公尺 已经下降到大概1000平方公尺左右 当然你要符合一些要件上 那当然民众有机会的话 就可以采取这样的都市更新的方式 都发局表示和平大楼提出都市更新 及权力变换计划书中 预定要以三年的时间来开发 依照市程应该在105年完成 而另外一栋同为社会住宅的博外大楼 预计最晚在明年2月也将核定 两岸都是由在地的京城建设推动 透过建商规划新建 带动都市的景观更新 港路新闻王介石潘志光采访报道 boaors via 领יתי就要保证了 啲营帽资料